去搭巴士 Hello 大家是不是以為我今天來到上環找吃呢 其實不是的 今天的目的地是西環 那至於為什麼我會來到上環呢 就是因為我上網看到有人介紹 有一格巴士由這邊搭過去是可以看到海邊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個夏季旅行 可能大家會覺得為什麼要這麼多魚去搭一搭呢 純粹是覺得香港人平日生活的時候很急速 有時候要找到一些減壓的方法 而我自己的減壓方法就是看到海邊我已經很開心 那今天的巴士路線我都還沒搭過的 那快點跟著我去搭巴士吧 Go 在等的18號巴士終於都來了 好 剛才因為上車上得太緊急的情況下 都錄不到什麼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我今天搭的巴士 就是18號巴士 它的起點站其實是北角開始的 終點上去到最後西環那條路 可以看看自己在哪個方便 就可以在哪個站上車了 現在是在等海邊的 好 讓我努力一下 我正在期待的 應該遲到幾個站上車 等待的時間就會短一點 看見到海嗎 都還沒見到海的 還沒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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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在了 真的 如果你再下車坐1號巴士 1號嗎 反而是坐 坐1號巴士 去到西環永藤那裡 有聽過 我有聽過 西環永藤那裡 即是我這裡下車 在這裡下車轉右車 底線才有變費 這麼好 是呀 但沿路見不見到海邊 看到 沿路如果搭43M會好一點 嘩 43M 43M會去到華富邨那邊 見到海了 是見到了 大家看看 其實是OK的 就是這個 是這個 快點記錄到低 嘩 好棒 泳先生 我立刻high了 一眉 我覺得好棒 完全是貼到傻了 一望無際 是 是 經過了剛才一番的波折 我們終於來到目的地西環了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雖然只有短短十幾秒 我已經很開心 真的覺得 哇 那一下貼近過來看到海的景象 我覺得是值得過來搭的 不要罵我 我覺得OK 我真的很喜歡看到海邊 我覺得這樣看過來 真的馬上很興奮 對了 有個現場觀眾 他有教我們 原來好像是搭1號的話 可以直到西環永盤 我們就看看下次能否跟他這個方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非常良好 現在很開心 可以正式開始我們的西環玩色之旅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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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搭車了 是 我們要搭地圈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目的地其實是西翼盤 你是不是為了十幾秒去騙了我來搭巴士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你也開心的 你看到海 看影片之前還未訂閱我們的 快點訂閱我們吧 今天第一間就來到洲際點心 這一間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招牌流心西多士 他們的西多士會有四款口味 首先第一個就一定是奶黃流心西多士 之後有紫薯 朱古力和芝麻 因為我自己就看到它紫薯那個好像比較小見 又特別一點 今次就選了這個紫薯的西多士 剛才切開 其實我覺得它的顏色是有點像香芋的顏色 現在就切一個小小的試試 讓我試試試試看 老實說 這個去到現在呢 我都吃不到任何關於紫薯的味道 因為它本身呢 就吃到是有西多士的煉奶味道 還有這個牛油味 但反而紫薯味是沒有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現在再加一口試試看 嗯 但是呢 就是你要非常仔細去品嘗它才會有紫薯的味道 如果好像我這樣 輕輕地咬一口 它感覺不到有紫薯的存在 我就覺得 咦 是不是好像點奶黃或者芝麻會再更正一點呢 不過呢 整體來說 它這個外面也是炸得很脆薄的 因為後面實在太吵了 所以我盡量盡量說大聲一點 那除了點了它這個流心西多士之外 還點了它們的招牌 就是芝麻的蝦多士 那蝦多士一上來呢 我覺得它的份量和厚度是OK的 裡面的蝦滑是挺厚的 那現在試了這個 剛才已經點了醬的蝦多士 哇 平時我自己呢 是不喜歡吃麵包邊的 但是它這個呢 帶著這個麵包邊去炸呢 感覺是吃到平時有吃過的那種炸饅頭的 那種酥脆的口感 還有它面頭兩層呢 都有很多芝麻在這裡 芝麻的香氣是很突出的 那現在就試一點點蝦滑的部分 嗯 它的蝦滑呢 就不是屬於那種蛋牙很爽口的口感 它給我的感覺是有點像吃蝦餃 但是是軟身一點 沒有什麼蛋牙的感覺在這裡 不過如果你說是調味它外邊這一層 酥脆的多士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呢 比西多士好吃 是 大家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我覺得是值得一試的 因為剛才走完海冰有點熱 來這裡喝不住 已經要叫夜飲了 那它這裡呢 有些瓶仔系列的飲品 那除了有常見的奶茶之外呢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這個白香果茶 那因為呢 太熱了 我就倒進冰底這裡 其實我覺得呢 它是跟平時外面喝開的 手搖飲品的白香果茶的味道是一模一樣 唯一的壞處呢 就是沒有得走糖 所以呢 喝下去呢 它會甜了一點點 不過剛才老闆呢 就給了一個冰底我 這樣沖均勻它是覺得OK的 清爽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對於週記點心呢 都有少少期望值在這裡 因為網上看到所有的圖片 他們的流心西多士是真的好出色 但去到今天我自己試完之後呢 我反而會推他們的這個蝦多士多過西多士 你們下次來到呢 一定呢 要就著他們的蝦多士的外面這個麵包邊 真的咬一口 瘋了 好吃 這個是真的出色的 反而 西多士可能我這次點的味道 就自己不幸運了 點錯了 你們下次呢 可能試回原味 即是奶黃的味道 就應該會好一點了 說到吃豬雜粉 可能很多人都會去旁邊那間 潮州人粉面那裡光顧 但其實在他們旁邊的這間大蠔仔 他們的豬雜都同樣出色的 今天就點了一個豬雜粉 和一個特色的腸粉 他們的豬雜粉 其實裡面的豬雜是很足料的 例如有豬心 豬舌 豬肺 豬粉腸等等 還有呢 有一樣一定要再點的 就是這個胡椒豬肚丸 那首先呢 就試一試這個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因為它10元只有兩顆 不過就具合手帶 一咬進去呢 它的胡椒味是馬上搶出來 而且它真的吃到有豬肚在裡面 很神奇 它已經是碎了的口感 但是你知道這個 就真的有豬肚在裡面的肉圓 是蠻好吃的 還有一點點胡椒的辣辣的味道 那之後我想先喝這個湯 嘩 它的湯很清甜 是有一股菜味的鮮甜味 不過它本身說的湯 是有加了一點點胡椒去煮的 但是我就這樣喝就不是很濃 因為全部都是一股鮮甜的味道 一會兒就打算放它們這個胡椒粉去試 不如現在想試一下它的豬雜 先試一下這個豬肚 這個豬肚本身已經有醃過一點點味 是帶一點點鹹味的 還有進去是比較軟軟得來 有一點點爽彈 我覺得也挺好吃 而且就這樣肉眼看 你會看到它的內臟是清洗得很乾淨 試一下這個豬粉腸 豬粉腸也好吃 裡面的粉是變成粉狀 是很棒的 不會覺得腥 還有這個我沒吃過的豬心 豬身又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接受 其實它有一點是偏沒有粉狀的豬潤的口感 再滑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豬膩 全部吃光了 我自己覺得豬膩的味道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但它的質感也是偏有一點厚實一點 它不只有蔥 還會有芹菜在這裡 絕對覺得它的芹菜是滑龍點睛 就是會把整碗豬殺麵再昇華 變得更清新 然後就加一點胡椒粉 很期待 這朋友很喜歡吃胡椒粉 蛤 不是要多加一點嗎 這個很誇張 真的嗎 自從上次在上水那裡跟人加胡椒粉之後 吃什麼胡椒粉也要加一加 即使加了胡椒粉 也是掩蓋不到它這個湯底的鮮甜味 是蠻棒的 有幾億點 好吃的 我現在就試這個腸粉 它腸粉裡面的配料是很簡單的 只有雞蛋 豬肉碎 冬菇和山菜 先蘸醬汁 蘸醬汁 這裡的腸粉 外面的皮 會再煙韌一點 但其實你看到 很透薄 會透到裡面的雞蛋餡 是很濃烈的 而且它配的醬汁 都是甜甜的 要試一下這個 是否是菜補 很爽口 現在是吃不停的 吃到裡面的冬菇的味 味道是滲出來 這樣吃已經很好吃 配率其實全部都很簡單 加上醬汁 還有一些菜脯 給我手指東 吃完了 還在努力吃 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真的 因為醬汁很適合我 我已經檢查了是南方人口味 是甜口味 夠味 要證實自己是南方 好吃 真的吃完了 證明很好吃 之後就來到巴薩雞飯 考考大家知不知巴薩為什麼 其實巴薩是指市集的意思 巴薩雞飯是指市集裡賣的雞飯 你看它的外表 其實是跟海南雞飯沒有什麼大分別 這次就點了巴薩雞飯 它本身是會跟一個自己炒的雞醬 就是綠色的 現在就可以試一下 剛才拿起雞 是會看到裡面還有一陣啫喱 保持滿滿的骨膠原 我覺得它的雞是很滑的 雞皮也很滑 如果就這樣吃 不點醬是吃到有雞味 點了醬之後 就有那種泰式酸酸辣辣的感覺 老實說它很肥美 但是它又不會覺得很重 脂肪的感覺 是挺香的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油飯 剛才塗的時候已經看到它的油飯 是粒粒分明的 油飯每一粒都已經沾滿了那種油香味 還有帶點鹹鹹香香的感覺 其實它這裏有些特別的就是 它有一個秘製的香脆胡椒粒 剛才老闆建議我 就這樣吃胡椒粒 你有沒有看錯它不是胡椒粉 是真的就這樣一粒送飯也好 送湯麵這樣吃 那我現在就試一下 我不敢拿太多 我拿一兩粒算了 我怕很辣 然後再混在飯裡這樣吃 哇 剛才還打算它去哪裡 一咬咬它 胡椒呢 就真的吃得多 圓粒的胡椒真的沒試過 它不同 平時看白胡椒會再大粒一點 這個尺寸是迷你尺寸 就這樣吃下去 其實你不會覺得它很辣 因為它配上飯這樣混合 就可以減淡了一點 那種胡椒唱辣的感覺 但是這個口感是挺特別的 我覺得也可以試一試 然後就要喝它的湯 雞湯 最愛有雞飯就一定要有雞湯 平時家媽媽煮的雞湯的味道 但我覺得它的冬瓜味 再出過雞肉味道 除了雞飯之外 還要點了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生打筋皮蛋餃 切開了一半 你會看到裡面的皮蛋很大粒 而且我懷疑它的皮 是應該用雲吞皮包 是比較薄的 但也會爆餡的 其實我本身自己 是一般的皮蛋 因為平時吃淡食的皮蛋 就會覺得好像很奇怪的質感 但它現在放進去之後 是去了那種很奇怪 很膠質很可愛的質感 我覺得挺嫌 第一次吃皮蛋餃 對我來說覺得挺有驚喜 最後還點了一個甜品 就是芥蘭手抓餅 這裡的芥蘭醬也是他們自己做的 平時吃的芥蘭醬 印象中賣是綠色的 其實就是取決於 你有沒有加到斑斑葉 這裡它也有加的 只不過是加的份量少些 只想拿起已經聞到很重的椰子味 完全是在吃融了的椰子糖的感覺 整塊都是椰子糖本人的醬 鋪在上面 如果你本身喜歡吃椰子味 這個一定要厲害 但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就會有一點點略甜一點 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一起分享就剛剛好 最後一間依然都是用甜品作結 今天就來到重屋 為了它的抹茶系列甜品 適合我這個抹茶腦袋 最初就是給它這一杯 我不是荷包蛋吸引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表面的荷包蛋的醬 非常可愛 少女心爆發 剛才店員教我 喝法就是先試了醬 然後再加一瓶飲碗 攪拌勻它再喝 其實它有幾個層次 我現在就只試一下醬 它的抹茶是很濃厚 而且是先入口甜了 最後是會有抹茶的苦味 就是那種甘香的味道出來 很好 現在就要攪勻它 哎呀不用攪一隻蛋了 我攪吧 算了我不要這樣圍著 會不會很搞笑 算了好像要攪一隻蛋 好了好了好了 剛才攪完一輪 現在就試一下喝 底下只是很簡單牛奶的味道 我決定要這樣喝 反而用飲館喝 只會喝到牛奶的味道 你試一下暴力一點 好暴力的了 我決定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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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之後 整件事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歡特濃的抹茶飲品 我決定打了 這杯一定要試 除了叫了荷包蛋 還有一個M5的抹茶心態圓套 好像皇后的M 它是M5餐 還有抹茶缺餅 這是什麼 白玉 還有抹茶心態圓 其實它 為什麼呢 我只想說 但它已經溶於溶下去了 我試完最後一口 基本上是水 它已經沒有了雪糕的質感 我現在就試一下抹茶心態圓 剛才切出來的抹茶醬 都很澎湃 就是這樣 它的牛油香 是很足的 而且它的蛋糕體 是很濕潤 而且不是乾身的 混在抹茶醬 很好吃 再試一下蕨餅 這個蕨餅 真的很煙韌 Q彈的口感 還有 不知道裡面的心 會不會是黑糖底 有少許黑糖的味道 最後就是試這個白玉 真的覺得日本甜品 我最愛的 白玉是 麵硬的口感很棒 很軟 它吃到最後 它不是沒有味 最後它裡面 應該還有自己加了一些糖 在裡面 所以這樣吃下去 會有少許甜味 在這裡 我覺得挺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間 很棒 因為還可以打卡 是很推薦大家來的 雖然它的門面 經過的時候 會覺得 居然是這樣的招牌 但其實你進來 我覺得它們的餐牌 很有心機 畫得很漂亮 而且食品的製作 我現在來說 非常滿意 如果你們真是抹茶控 就一定要來試試這間 今天西環隕色之旅 自己也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 一開始 雖然有少許迂迴曲折 坐巴士 但 你說這樣真正體驗 由上環來到西環的 這段巴士路程 我自己覺得OK 只是短短15秒 很貼近海的時間 但那15秒已經瞬間 將我的能量 由10% 帶到80% 真的覺得 真的很漂亮 然後剛才下去 也有走到西環海濱長廊 其實你沿著西環海濱長廊 走過去 會看到一個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如果你們有空 沒有工作 都可以進去逛逛 因為普通市民 只要登記了 就已經可以進去 可以買水果 雞蛋 蔬菜等等 今天吃的東西 如果我最喜歡 我應該會選擇 蟲屋 因為我覺得 它的荷包蛋真的很有趣 剛才自己喝不到 也瘋狂在打卡拍照 還有 它食品出來的質素 我都覺得很好 真的 如果你這些 在外面連鎖店 是有不同的感覺 有些家系的味道 另外 特別一點 就是豬雜粉 他們的豬雜好吃是好吃的 但我更加推薦他們的腸粉 醬汁加上 醬汁加上 醬汁 坦嫩又透薄的腸粉 是一流 今天的西環縫食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知道 其他巴士沿海路線的話 歡迎在下面告訴我 下次可以繼續搭巴士 看這個海景去穿色 大家記得要follow我们的 Facebook IG 和Youtub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